继续看到浙江杭州万人反焚化炉抗争 遭到当局暴力清场之后 11号渝航区的公检法司联合发表通告 要求参与者主动自首 大陆律师批评中共荒唐 更质疑官方停建坟化炉的承诺是两面手法 浙江杭州市渝航区法院检察院等发布联合公告 警告不得窝藏包庇10号抗疫的所谓违法人员 对拒捕投案自首 潜逃或者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当局宣称要严惩等 当局还公布了15名所谓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北京京华时报12号报道说 已有两名嫌疑人自首 浙江杭州维权律师庄道贺表示 这份自首通告极其的荒唐可笑 检察院是提起公诉的单位 法院是审判机关 侦查平时犯罪 应当是公安机关的事情 跟其他机关有什么关联呢 道称是法治社会事实上是严重的 为对法律性的法治原则 政府要怎么干 你们就变成行政的一个附属物了吧 今年4月 杭州市政府没有征求民间同意直接宣布 今年将在渔航区中泰乡 一处废弃的石矿区 建造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地点临近众多水源 有民众担心 焚烧厂排放的二恶因等有害物质 会影响空气水和土壤 以及附近大面积种植的龙井茶的质量 10号 大批民众在通往焚烧厂的零二省道 和航辉高速渔航段抗议 造成交通瘫痪 当晚 杭州当局派出5000特警 驱赶大约3万抗议民众 还动用了催泪弹 高压水枪和棍棒等暴力清场 有消息说 造成三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多辆警车被推翻 现场可能发生过爆炸 不过11号下午 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否认有人员死亡 对于杭州当局承诺 暂停兴建垃圾焚烧厂 庄稻荷批驳 那是骗人的话 他预计 等到当局把人抓得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污染项目还会上马 现在只是缓兵之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